周总好 说话你又干嘛 我看公司投人 都有一些亚健康 所以主动提出帮大家 疫诊改善一下身体状况 还有 昨天的事情 我已经深刻检讨了 对不起 好了 昨天的事情 不用再提了 我借助你的短情 真的 周总果然狂虹大量 等等 你又要 这是今天的早餐和中药 好 我都会吃 不行 我得看着你喝完 我说了我等会吃 不行 你这么大声看什么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会骗你吗 抱歉 周总 但是起药的最佳饮用 时尘就是现在 如果你不喝的话 我只能小心喂你了 好 我喝 来 我来 还有 早餐 什么情况啊 难以置信啊 周总都被人拿捏了 我第一次看他这么听话 我早就觉得奇怪了 公司之前可从来没有什么 高级行政管理副总这个职位 我看 就是未来总裁服务 怎么可能 周总能看上他 不 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眼神是不会说话的 Ziel Nick 就keys 刘迪 律 这 何 吃饭话你到底想说什么 周总 不得不说你的吃饭习惯 真的很糟糕 用不着你管 周总 我们村里的小朋友 都知道不能挑食的 何况你都这么大年纪了 还挑食 而且你挑出来 还都是这些有营养的 多浪费啊 所谓药补不如食补 周总 你真的要注意一下 你一日三餐的营养菌 好吗 我说过我的身体很健康 用不着你管 周总 这个呢 是我特意为你而治的药膳 桂圆莲子枸杞鸩蠢粥 里面还特意添加了 生地 麦冬 玉竹等各种药材 总之就是你吃了以后 能够扶正补虚 越来越好 我拒绝 周老先生 如果知道 周总这么大年纪 还挑食的话 应该会很难过吧 来 周总 请 我来 我来 啊 我来 我来 怎么样 好吃吧 来 看来我来错时候了 我走了 周总 您就这么多了 晓晓姐 一起吃饭吧 食物严谨 请客人 吃饭肯定的时候 不能讲坏的 来 来 周总 好了 吃完了吧 我回工作去 诶 周总 周总 我已经让小时 把你下午的工作都推迟了 你还需要跟我去做 另外一件事情 俗话说 饭后百步走 活到九十九 饭后食刀散步呢 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 有助于身体胃肠道 消化液的分泌 以及食物的消化吸收 周总 快跟上 周总 你怎么又挺 快快快 走 时候恨你 加油 都已经发展到 老夫老妻一起散步的阶段了 这也太甜了吧 一起散步吹风 看天边晚霞和人来人往 好羡慕 晒太阳呢 在我们传统医学中 认为可以提升人体的阳气 而头为楚阳之首 是所有阳气汇聚的地方 反五脏精华之血 六腹青阳之气 皆汇于头部 阳光温序头顶百汇穴 可以温氧身体 提高免疫力 同时还可以促进 大脑的发育 以及头部骨骼的成长 也有利于头发的成长